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黃小姐在我們專欄裡問到 她小時候曾經用過一年的類固醇 所以導致了上半身瘦 下半身胖的這個現象 她用過很多方法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她問說應該怎麼辦 那我這邊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多女性朋友共同的困擾 這個不一定要使用類固醇 即便你沒有使用過任何藥物 到了這個成年以後 很多很多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事實上醫學上現在還是在研究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大概就是說 可能跟個人的體質 還有就是說可能血液循環 遺傳 這些有點關係 就是說下半身的這個脂肪呢 它是一種頑固脂肪 它呢頑固的定義呢 就是說它容易吸收熱量 然後細胞會長胖 可是當你一旦努力減肥呢 它反而是最晚放出熱量的地方 所以就變成一種頑固的脂肪堆積的現象 所以這種問題呢 事實上現在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坦白說呢還真的沒有什麼好方法 除了你用醫學的美容的一種治療方式 比如說現在用吸紙或抽紙的治療 當然現在醫學進步了 我們有比較好的溶脂的技術 所以現在基本上來講 這樣子一個局部脂肪的堆積呢 都可以很有效的改善 而且呢這個技術已經很很成熟 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是算是很安全 也沒有什麼術後修復的一些困擾 所以可以很成功的 把我們局部脂肪堆積的問題呢 有效的改善 那如果黃小姐或其他的我們的網友呢 希望說不想這個 藉著醫學美容的方式來改善 有沒有辦法呢 那當然還是可以試試看 例如說你可以先從努力控制體重 減輕一些體重開始 然後呢這個局部想要瘦的地方 塗一些效果比較好 穿透力夠的這種局部的瘦身霜 然後再加上一點壓力 就是彈性化或景深衣的使用 讓這個地方 細胞有達到一種接觸性抑制的效果 那麼也可以稍微改善一點這個水腫 循環不好的這個問題 那這樣呢或許還是有辦法 讓你很在意的地方 稍微再縮小一點點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建議喔 很尷尬 試試看 好嗎 乾杯 經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